时光飞是啊 看看现在的小朋友 傻游戏都玩的飞起 作为90后的叔叔 回想起当年的我 很真实了 虽然玩一般占用了我们那一代大部分的时间 但是呢 咱们大中华改革开放后 那发展速度卡卡的 所以呢 没玩上几年里一把 我就拥有了自己一台学习机 是的 学习机 插卡的那种 所以当时 家家户户都玩的游戏机 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秉持着玩游戏 不会影响学习 考试拿双白 外加一个月的家务 我终于在自己家中玩上了电脑 对没错 大屁股的那种 还是只能拨号上网的那种 几十K的网术 想玩个4399小游戏 恐怕都是奢望 好在当时也没有 当我把几个装机游戏 玩得吸蛋的时候 游戏关盘的出现 简直打开我童年新世界的大门 今天聊聊这个话题 顿时劳累纵横啊 我们今天就来谈谈90后 所玩的大屁股电脑 都有着什么样的游戏呢 由于今天我们盘点的是一些单机游戏 一些网络游戏 则不在今天的盘点范围内 唉 又是个暴露年龄的话题 极品飞车是由美国异电游戏公司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EA 出品研发的一款赛车类游戏 最初待于1994年发行 是不是没想到 自己从小就玩着EA的游戏长大 回想起自己当年 玩的第一款极品飞车系列游戏 应该就是98年发行的这款 极品飞车3 现在看来虽说略选粗糙 但是与当时同期作品相比 就可见EA的良苦用心了 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物理引擎和3D建模 光影效果在当时堪称电坛级别 并且大胆尝试了车身反射效果 倒影效果 甚至车身相互摩擦所产生的火花效果 无不触动的当时小小年纪的我 人在家中逐不出户 体验到如此寒惨淋漓的狂野赛车 驾驶的数百万的酷炫超跑 在这崎岖的道路上肆意潇洒 也是童年的一大乐趣吧 大风4 大风4堪称大风的经典之作 由大雨之信开发的一款 多人联机模拟精英游戏 说到这款游戏就能回想起当年 三四个小伙伴坐在电脑桌前 轮流使用那唯一的鼠标 去摇摔着操纵角色 虽然现在看起来十分的乏味无聊 会像当时几个人坐在一个电脑前 在那狭小的地图中 一玩就是一个下午 互相间的耳鱼我诈完全不顾及情面 礼商往来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你买地雷把我扎进医院 我出来就是一个飞弹 将我的祖床床位赠送给你 虽然现在也没有人限制了我的电脑时间 也有着各种精致酷炫的3A大作 可以好好体验 但再无当时的商务小伙伴 玩游戏的那种乐趣的 CS1.5 相信很多人都玩过CS1.5 但是却少有人知道 CS1.5仅仅只是半条命游戏中的一个MOD 半条命作为曾经获得 40家媒体一致功能的年度最佳游戏称号 羊毛出在羊身上的CS1.5 在当时也是大火大乐 每每想起这个游戏 就想起每次在计算机课偷偷带上U盘 在同学之间相互传递 接着就是紧张刺激的局域网对战了 每周一节的计算机课 简直就是我们一周的活力源泉 快乐之水啊 回想起当时的学生年代 那紧张的学习氛围 唯一最不认真听课的学课就是计算机课了 感觉听课一分钟就是在浪费时间啊 说到当时鼎盛的局域网游戏 就不得不说出魔兽争霸商了 这款暴雪于2002年发行的 即时对战单机游戏 这款游戏几乎占用了我当时所有的游戏时间 作为当时首款把英雄党位 放在足以影响拳击的游戏 魔兽争霸3的出现 一度盖过当时异常火爆的星期争霸和红颈 而更让魔兽争霸脱颜而出的 是其优秀的可编辑平台 DOTA 真山 陈海等魔兽RPG游戏 都吸引了大批玩家 轻各间成为玩霸现象级游戏 从传统模式到DOTA 再从DOTA到DOTA2 魔兽争霸几乎陪伴了我整个青春 到现在还能想起当时 有我们学生自行组织号称班战的DOTA比赛 这也是我第一次深深的体会到 竞技游戏的魅力 团队合作和永不言败的精神 但是翻盘的那种憨残泥泥 我却很难再次感受到 其实当时还有很多优秀的单机游戏 比如暗黑破坏神 联盟感知队 甚至一些FC游戏 都是我们90后而时的回忆 这期节目时间有限就无法一一盘点 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没玩过 就不要云冰车去误导大家了 有什么纰漏也欢迎大家留言补充 我是男员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